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理工仿迹系毕业 读书期间我已经对做实验很有兴趣 毕业之后接触到测试及认证行业 觉得这行专业 亦可以学义自用 就加入了这间国际检测及认证公司 最初来到我由仿迹部技术园做起 慢慢接触到不同的测试 随着累积经验和进修 一步步学习管理 我现在进升到Led Manager 管理近100人的团队 约常除了管理之外 我还会参加开发新的测试项目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息息相关 所以会发现不少有趣的事 例如最近下雨 见到人拿着濕淡淡的遮上车很不方便 就令我想起最近流行的线水遮 遮的布料可以通过线水测试 我们就可以帮客户认证线水性能 就可以确保遮身保持干爽 令人出入也更方便 这是一个线水功能性的测试 我们倒完水后 就会观察一下布上有多少水珠停留 0到100是它的评级 0是最差 100是最好 100代表没有水珠停留 我们的工作其实很贴地 例如最近有报道说 饮用水的污液问题 其实当中也有很多发现微胶粒 市民大众都会以为 微胶粒是来自个人护理产品 但是微胶粒部分可能因为服装而来 因为洗衣服的过程当中 衣服上的纤维可能会排到落水 继续排出大海造成污染 这个社会问题会令很多人受关注 那么我们就想一些办法出来 就做测试 用新的机器去测试衣服 纤维脱落的情况 乳涌很多时候都会有流胸这个问题 有时会看到乳涌会由布片 会由车缝线走出来 那么我们有个测试方法 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我初加入公司 公司已经给了很多培训机会给我 我做了两年之后 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完成了服装 及纺织科技相关的学位 我做了这份工之后 其实都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 平时很喜欢买东西 以前买衣服都会考虑款式 现在更加会留意衣服的质品 也都因为这一行 另外可以早些知道物料 和款式的潮流趋势 而我都习惯和家人和朋友 解答品质相关的问题 我是一个产品认证审核员 我主要负责评估一些公司的建材产品 是否可以达到特定的标准 而通常这些标准 可以是世界性或行业内定立的 现时香港有十几种建筑材料 好像运营土、铝窗、防火门袋 都有产品认证计划 这些认证计划 为供应商定立了一套规则和程序 以确保不同的产品的生产过程 和成品的质量都达到一定要求 不少供应商都会为他们的建材 来取得产品认证 以增加消费者对他们的信心 我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 我会预备定证计划和证计资计 当我去到客户厂房时 我会按照证计划 而做实际审计工作 一般人有个错觉 以为认证工作只要看文件 虽然很多运作上、生产上的资料 都是以文件记载 而我们真的要看很多文件 但实际上 这只是我们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都要去廠房生產線 直接看他們的流程 主要是看人機密法或五個方面 是否符合標準的要求 大陸那時讀材料科技工程 讀書那時有教授跟我們介紹 檢測認證這個行業 我們都覺得很有趣 畢業之後我就循著這個方向去找工作 之後我做過建材測試實驗室 也做過建築商和建材生產商 在2010年 香港有公司大力發展產品認證服務 邀請了我加入 由這一刻開始 我就一直從事認證的工作 現時很多建材廠房都在內地或國外 我主要都是要去廣東省 最遠的時候有去過海南島、廣西 甚至新加坡我都有去過 因為工作的需要 要落不同的廠房和不同的生產線 其實都是很有新鮮感和挑戰性的 都試過遇到有些客戶 最初對審核是很有抗拒的 之後我們會跟他們說回 其實主要我們來看他們達標的情況 而不是捉錯處 漸漸經過溝通之後 我們慢慢建立到互信的關係 而這也是為我們帶來滿足感的